接着带您看到位于前镇区的草牙里 人口数与占地面积都是前镇第一 因此里长要处理的公共事务也特别多 其中为了活络里民情感 降低长辈足不出户的状况 里长特别拆除公园繁离 增加社区互动机会相当的用心 还有更多关于草牙里的大小事 都在5月11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立后立灾 傍晚时刻阿公阿嬷陆续带着小孙子来到公园玩耍 长辈们也在一旁乘凉聊天 草牙里的公园每天都是像这样充满愉快自在的氛围 不过在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索性在里长上任后拆除凡离 才让公园成为里民休闲聚会的好场所 我中部是大了 有的年纪那么多 有的行动不方便 要去公园又下过篮杆顶顶顶做不方便 甚至论议要去公园也不方便 所以在三四年前 麻烦议员拯出一些经费 跟公园重新诊件 一些人心步道 一些中部的指导可以去运动 包括篮杆都出掉 可以一些行动不方便 可以中部可以去运动 散散步 手脚 大家开工等等 除了拆除栏杆增加公园设施 体恤里民的李中正里长更克服困难 积极争取把原本位在金服路的邮局 牵举到现在的天后街 让居民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大型车辆就能处理各项邮政事务 正是李中正里长的用心付出 才让草芽里逐步迈向幸福宜居的快乐社区 还有更多关于草芽里一路走来的点滴故事 都在5月11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功力 港东新闻李嘉隆 罗孝君采访报道